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哈喽你好我是舒婷 今天是星期三岁 首先呢要跟你公布一下燃油价格 新一周的燃油价格是已经出炉了 RUN 97汽油上涨了7000 那从明天开始呢的一个星期里面 RUN 97汽油的新价格是每公升20几47000 至于RUN 95汽油还有柴油的价格呢 就是会继续保持的 分别就是每公升20几05仙 还有每公升20几15仙 毕竟有一个顶价了嘛 好了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主线了 新闻主线 首相宣布说200亿令吉的援助计划配套 那同时不会再落实全国MCO 雇助请零工也获得补贴金 失业的低收入群呢可以再获援助金 只要在7天之内缴付罚单的话 就能够减半 同时残疾人士B40学生都可以求情 维利呢现在是有分轻重 还有中等的那个行为三个阶段呢 那不戴口罩就处于轻 就是会轻罚你1500令吉 炮业电就会重罚1万令吉 说回这一个举国关注的这个 甚至有一些国外媒体也是非常关注啊 这个马来西亚的万元罚单措施开跑了一个星期 我们今天呢终于有个详细的宣布了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吉尤丁 他就宣布说为了避免大家混淆 所以内阁就决定说把违反防疫SOP的罚款 分成三个类别 就是依照严重中等还有轻微的这个情况呢 就去制定罚款的数额 说到严重的呢就是会造成高病毒传播风险 还有大规模传染的一个情况 那中等的部分呢就是造成高病毒传播风险 但是没有对社区带来传播影响的这个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轻的啦 轻的呢就是造成低病毒传播风险 但是完全不会带来影响的那些行为 达吉尤丁他就举例说 初级夜店或是娱乐场所的话 这一类呢就被视为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属于第一类 因此呢个人罚款最高是1万令吉 而业者就会被罚款最高5万令吉 至于没有经过许可 你就闯入这个加强行管令EMCO的地区的话 属于第二类的违规行为 个人可以被罚款3000令吉 还有呢就是在公共场合 没有戴口罩啊 没有扫描 没有保持人间距离 这一类就属于比较轻的啦 一般的 那这是一律会罚款1500令吉的 不过呢政府是同意 所有第一次违反SOP的人 都一律罚款1500令吉 那另外呢东方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虽然政府制定了各种违规行为的罚款数额 但是不管你是个人还是企业 如果是重犯的话 执法单位就会开出最高的罚坦数额 也就是1万令吉和5万令吉的 那达基尤丁还说呢 所有执法人员呢都已经接获指示 也就是罚款这个选项呢 是之后最后他们才会采取的行动 不管是卫生部警方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政府官员呢 都必须先劝阻或者是警告为例者 如果民众还是不听的话 才会开出罚单的 那此外呢政府也成立了一个 由军警人员自愿警卫局 还有就是地方政府执法官员所组成的 标准罪恶程序SOP的执法行动团队 去负责执法的 那这些执行任务的官员将会佩戴 注明着这个标准罪恶程序执法执行团队 就是Team本罪恶程序SOP的这个修 这个灰秀标就让你们知道 他们是在进行着执法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照片 还没有开始有做这样的事情 不然的话相信应该就是会绑在这里 一个ban这样子的东西吧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没有违规的话 但是又不幸接获了罚单该怎么办呢 达基邮丁就说 其实你可以向四个人申请减低 这个罚款额或是直接撤销罚单 那这四个人就是州卫生局长 副局长 县卫生局的官员 或是县流行病学的官员 如果你要上诉申请更多折扣的 不管你是个人或是公司的话 其实都可以透过卫生部的网站 去下载表格 然后就填写你上诉折扣的原因 然后附上一些证明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是不应该 被罚这么多等等等等的 那达基邮丁还说到 接获罚单之后 如果你在一个星期之内 就是七天里面 你缴付罚款的话 就会自动享有50% 就是50%一半的折扣 在第二个星期里面 也就是从第八天到第十四天里面 你缴付罚单的话 就会获得25%的折扣 至于你在两个星期之后 超过了14天才缴付 就会没有折扣 如果你是拿到1500的话 就是直接要缴付1500的 所以越快缴付罚单是越好的 那另外卫生部长阿汉爸爸有说 残疾人士 B40群体还有学生 如果接获了违反SOP的罚单 都是可以进行上诉的 申请去减少罚款的数额 他说政府已经准备了上诉的表格 就让特定的群体去上诉 阿汉爸爸也说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自从政府将这个罚款数额 提高到最高1万令吉之后 到现在其实都没有人前 去缴付这个罚款的 政府也会在卫生部 或者是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官方网站 去发布违反SOP的罚款指南 那民众可以上到去去详细阅读的 那执法人员一边很积极在执法 另外一边就是看到了 全国冠病免疫计划 也同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今天首相墨游丁 还有卫生总监诺西山 他们就接种了第二剂的辉瑞疫苗 他们也是国内第一批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士 就是整个过程都完成了 那卫生部长阿汉巴巴就说 完成两剂冠病疫苗接种的人 就会获得一个叫做 冠病疫苗卡的这一个卡认证 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有展示了冠病疫苗卡 他还说呢 每一张卡其实都会有个别的安全号码 就记录接种者的详细资料 避免有任何的欺诈行为 那每一张的冠病疫苗卡 其实就是同时你有这个卡之外呢 还是你的这些资料会记录在MASA加TRA里面 反正你里面也是有一个疫苗的接种证书的 所以呢 在现阶段啊 我国的这个接种呢 看到说都是辉瑞疫苗嘛 而我国早前是预计呢 会在今年的第二剂 接收第一批来自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 但是呢 这款疫苗其实最近有争议的 尤其是在欧洲地区 那多个国家呢 因为怀疑注射了这款疫苗之后 会提高血栓的风险 所以呢 到截至昨天为止啊 看到说全球已经有22个国家 是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了 那对此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就说 我国还是会继续研究 欧盟药品管理局对于阿斯利康疫苗 安全性的这个调查结果 他今天也在推特分享了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一篇报道说 那根据这篇报道呢 欧洲的药品管理局是表示 正在评估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者 出现血栓的个案 并且会在星期四的时候就发表这个结果 那无论如何呢 当局还是相信啊 疫苗的好处是大于风险的 接着我们就来关注最新的国内疫情 我国今天是新增了1,219宗 冠病确诊病例 比起昨天呢 是稍微回升了一些 那全国累计下来的确诊病例 高达327,253宗的 另外国内今天是有两个人死亡 累计的死亡病例达到1,220宗 雪兰儿还是全国新增病例最多的州数啊 新增了499宗 那另外还有两个州数 今天也新增了三位数的病例 分别就去上拉越州225宗 还有柔佛州169宗 好了 今天现在就来问你啊 因为政府吧 违反SOP的这个罚款有分类 最严重的罚才会罚1万块 那你认为呢 好点选love的朋友呢 就表示哦 依这个为例的轻重来分类罚款的话 是比较公平的做法 那如果你是点选set的话呢 就表示只要还有双重标准的问题存在 就是不公平的 那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 就是参与我们今天现在的话题 在下段回来呢 就会跟你整理今天下午5点30分的时候 首相公布一系列 有关这个援助计划经济的这一些措施的 所以呢 请继续守住988新闻线 那现在先大家缓和一下 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有周杰伦的回答过去 晚上7点43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舒婷 首相目邮丁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再次宣布援助配套 强化援助配套 Bermacassa 那涉及的款项是高达200亿令吉的 就希望可以推动国家经济的成长 首相就说 在强化和援助计划之下呢 全国各州 就是全国还有各州 都不会再落实MCO 反而呢就会针对地区来实行 就是希望说 这样子可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政府会再拨款20亿令吉到50亿令吉 加速我国的冠病免疫计划 那因此呢 他就预计 原本在明年第一季 才完成的冠病免疫计划 将会提早到今年 可能12月就可以完成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首相今天的宣布内容 那他就说呢 在国际贸工部注册的每一间企业 其实都能够获得5万令吉的扣税 还有就是进行第二次冠病筛减费呢 也是可以扣税的 另外政府也将会支持中小型企业 继续推出微型企业特别援助金 GKP 从4月1号开始呢 会发放这个申请 那符合资格的人就可以获得一次性 1000令吉的补贴 那政府也会准备额外的5万令吉 作为微型贷款 因为说到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呢 他们只有10亿令吉 所以现在呢 再增加5亿令吉 贷款的利息也会从3.5%降到3% 至于看到说受影响的企业 包括旅游领域啊 酒店业 购物中心 会展中心 主题公园 还有就是航空领域 这些领域呢 政府也有宣布一系列的措施 去帮助他们的 包括同意让他们享有10%的 电费优惠折扣 会延长多三个月 直到6月30号的 同时政府也会延长 酒店业者的旅游税 还有就是酒店服务税的免税政策 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 再来看到说呢 旅游业者 还有就是特定领域的业者 例如电影院啊 还有水疗中心等等 也是获准从4月 一直到12月的31号期间 这期间里面呢 会延期支付 每个月的分期所得税 那当然 如果你是想要旅行 也是又有受贿的哈 那看到说呢 国内的旅游 1000令吉的所得税减免范围 也将会扩大 也包括了向旅行社 购买旅游配套 也是可以减免的 不过呢 你要确保 你向这个旅行社 购买的呢 它本身是有向旅游 艺术及文化部注册的 再来政府呢 也有向有注册的旅行社 发出一次性 30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民宿业者 也是有600令吉的援助 那在雇主援助这一方面 政府呢 就会改善雇用员工奖励计划 2.0 同时就是把范围扩大到 你聘请临时员工 还有零工的雇主 涉及呢 就是预计涉及6万名员工 每一个人将会获得 600令吉的补助金 为期是6个月这么多的 那至于提供短期工作的雇主呢 每聘请一名的员工 就可以获得200令吉的奖励 此外 学徒计划也将从原有的 三个月延长到六个月 参与这一项计划的学徒 可以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就是这个训练期间里面呢 获得800令吉的补贴 同一使后 政府也有协助女性企业家的援助 把这个业务 希望说可以拓展到 这个网络市场的 嗯 好了 再来看我们个人的援助 我比较受关注的 那受到疫情影响 而失去了收入来源的 低收入B40群体 将获得一次性500令吉的援助金 那如果你的收入 是少于1000令吉的 这个人民关怀援助 帮助金的BPR受贿者的话呢 也会获得额外的500令吉援助金 他表示 这两个受贿群体的年龄 必须要介意21岁到60岁 而且呢 是不曾注册申请援助的 莫有鼎也有宣布说 关怀网络计划的津贴 也从180令吉增加到了300令吉 主要是补贴给B40群体的家庭 让他们呢 可以为正在上学的孩子 购买手机还有电子设备的 另外 如果是因为确诊冠病 获准在家隔离的低收入B40群体呢 将能够在国家健康保险计划 My Salam下 获得最多14天 每天50令吉的津贴 那另外呢 政府也有提供给18岁到20岁的 青年这个电子青年计划 就是Iberia的这个电子钱包 也会从100令吉增加到150令吉 一连串这样子的数字跟你公布 可能你还需要消化一下 如果来不及观看 没关系 这个video呢 就是会一直在988这一边放着 你看就是忘记了 你还可以去重看 那接下来呢 就是大缓和一下 来关注疫情期间 其实很多人都积极寻找 其他的收入赚钱嘛 像是有的人会开直播卖产品啊 做YouTuber赚取收市 这个收市的收益 这样子的情况 不过现在呢 除了美国的YouTuber之外 其他国家的YouTuber都需要向美国政府缴税 当然这个也包括马来西亚的YouTuber 根据YouTube早前发出的电邮就说到啊 YouTube支付方式其实有出现了一些变化 所有上债的人都需要根据美国税率来缴税 预计今年之内就是最早在6月份啊 他们必须要开始被征税 科技媒体Lifestyle Tech就引述消息说 如果YouTuber不在5月31号之前提交相关的资料 你上载影片的话呢 就会被扣除全球观众收入的24% 作为税款相当大的一笔 那如果你是成功提交相关的资料 而且是符合税收协定福利的这个YouTuber的话呢 你只是需要缴交从美国区域观众群里面 赚取的收入 而且里面只是占15%而已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只不过根据美国内陆税收局网站就有显示 马来西亚和美国其实并没有相关的税收协定 所以呢大马YouTuber可能 还是将会被扣除美国观众收益的30%的 好了看了一连串的数字消息之后呢 我们再转看政治的消息哦 那看到说呢巫统内部一些比较秘密的消息 一直被泄露啊 那党主席阿莫扎西呢 就说一定要对付这些泄密者了 如今巫统已经找到了内鬼 并且确认是有两名最高理事 经常泄露最高理事会的秘密 根据马来前风报引述的消息说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是亲自证实有这件事的 还说泄密者是一男一女 巫统是绝对不能够容忍试图摧毁巫统的党员 那消息人士还说阿莫扎西将很快就会公布他们的名字 并且会采取行动开除他们的党籍 好啦先不谈这个巫统的爆料 公众党主席安华他自己就证实说 跟巫统领导层现在正在展开初步的合作协商 只不过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双方合作这样的一个决定的 有五名反对党议员他们是联署呼吁在野党领袖安华不应该跟盗贼合作 来看一下这五个人是谁呀 他们分别就是包括了有国家诚信党树立主席沙拉虎丁 明星党青年团长阿吉斯 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震东 马来西亚民主联盟就是Muda的联合创办人赛沙迪 还有就是沙拉越团结党石兰沟区国会议员巴鲁比安 他们这五个人的 他们就说到国盟执政的这一年是相当失败 那安华应该要去巩固反对党的阵营 善用这个时机提出一个以关心人民为主的一个议程 好来来看今天的现在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呢 政府把违反SOP的罚款就是分成三类 最严重才会罚款一万令吉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好那个比分呢其实相差蛮远的 因为呢有90%的人是点选了sad 就是说只要有双重标准的问题存在 其实就是不公平 那另外呢有10%的朋友点选了love 也就是说呢你依据这个刑罚的重轻去罚款 其实是比较公平的做法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看到SMS Sham呢 他就直接问说什么标准 其实现在呢政府我觉得他们今天讲出来 就是达基尤丁他有特别讲的说就是执法人员会先劝告 他们已经被下令所一定要先劝告或是警告你 如果你是不听才会就是去就是开除罚单 那另外其实还是有提供了一个上诉的管道了 是算是比较比较明确一点的让你去做参考的 那看到说呢Yup Evie他有说现金的证 诶哦这你刚刚念了 那Anna Tom他有说双标已经破坏了人民的信任 所以呢他不太相信这一套 OK那看到Brian C他就说一早就规划好才实行 毕竟是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了 那实行这个星期里面就是很多人找不到地方去上诉 然后很多事情搞不清楚 所以一个星期之后呢你才来公布这一些 他觉得这样子不太好了 那刚刚看到说呢有阿汉爸爸之前有说呢 他说之前如果你是被罚款一万令吉的话 他们会依据新的标准去做这个数额 所以呢就看如果你之前是被罚一万令吉的话 是因为没有戴口罩的话 那现在呢已经把标准降到了一千五百令吉嘛 所以是以这个为做标准的 而且你还要在就是七天里面 哎呀不懂来不来的 因为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 如果七天里面的话 那就是会折扣一半 但现在还没有说之前的超过了一个星期 不知道会怎样了 看之后可能有人问他会讲吧 那看到说 陈正峰他也是说要知道无论是什么标准 最后还要看执法人员是想要怎么做的 他是比较担心说 个人个人的执法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啊 大家从一开始就很担心的这个问题 就是执法的这个双标的问题 那看到说呢 Ong David他也是有就说 不要双重标准 否则会引起公民的愤怒 那Ken V Chong这些说在家最好啊 就是可以省一万 我觉得也不用太沮丧啦 就是自己可能就很好的先保护好自己 然后确保真的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如果你出去做一般正常的 包括你要工作啊 你可能要去吃东西要消费啊 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后来如果你出去的话呢 尽量避开人潮拥挤的地方 应该不会有出现什么人家靠近你 然后结果没有遵守那一个人生距离等等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了 就尽量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 是 好了 我们今天这新闻线就聊到这里 我是湘君 我是舒婷 那在节目的尾声呢 送上这首 我觉得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有卢巧英的垃圾 明天同样时间继续 7点30分的时候跟你聊新闻啦